大家好 我是杰西家 跟大家看的是学生常犯的英文错误 apartment 跟department 这两个字在写的时候一般来讲 比较不会犯错 可是在口说的时候 我大概可以一个礼拜听到一次到两次 学生就是很容易把apartment 跟department 讲错 所以稍微注意一下 到底你要讲的是apartment 还是department 那一样我们这边有六题的中翻音 你可以先按一下暂停 用说的好了 自己用讲的 看看你讲的对不对 用写的一般来讲就会写对了 你可以按暂停自己先讲一下 再看看可以自己录音一下 好 录起来 手机很方便录音 然后看你讲的是对不对 暂停按完咯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题他在人事部上班 he works 在哪里呢 人事部叫做in the personnel 好 能力支援部 还有一个用法叫做human resources 好 department 部门叫做department 不叫apartment 学生有时候也会讲错 apartment 是下一题的这个公寓 好 department 是部门 那你住在公寓吗 所以就会是 do you live in an apartment 好 注意一下公寓是母婴之手 所以要用an an apartment 好 那我通常在百合公司买衣服怎么说 I usually buy clothes 好 买衣服在哪里呢 in department stores 或者是in a department store 也可以 好 这边稍微注意一下 在英文啊 department是部门 很多部门 有没有 百合公司就是很多不同的部门 对不对 所以合起来的就叫做department store 不是apartment store 就是具上没有这种东西 好 那另外注意一下复合名词 好 这个叫复合名词 名词就是名词的时候呢 你的第一个名词要用的是单数 不可以用复数 比方说鞋子怎么讲 叫做shoes 对不对 好 鞋子几乎都是复数啊 没有人买一脚的鞋子 可是鞋定要怎么说 鞋定叫shoes store 要特别注意 好 第四题 她住在一间小公寓的三楼 好 这边应该没有问题了 she lives in a small apartment apartment on the third floor 好 那你说我要说 she lives on the third floor in a small apartment 可不可以 可以 没有问题 好 再来 她有个工作是在百合公司 事办厨房的设备 好 有工作的话 口语我们可以说 he's got a job 或者 he has a job 也可以 好 这边的话 她的工作是什么呢 demonstrating 好 kitchen equipment 在哪里 in the department store 好 在百合公司示范 好 那这个demonstrating 是一个现在分词 就是这是谁 是她 好 她示范 这个厨房的设备 在百合公司里面 好 现在分词就是主持 再来最后一个 你出差完之后 有提交你的旅游费用的这个申请 claim 好 就提出申请 这样子 提出要求给会计部 所以提交比较正式的 好 多语很常看到这个字叫做submit 好 submit please submit your claim 你的要求 什么样的要求呢 for traveling expenses 好 费用 expensive 好 给谁呢 to the accounts department 或者 accounting department 这两个有一点点的差别 在中文搬起来都是会计部 这样子 所以记得部门叫做department 好 白公司叫做department store 公寓叫做apartment 好 下次不要再弄错了 好 谢谢大家宝贵的时间 跟杰西一起看完今天的apartment 跟department的不同 那我们就下次见咯 喜欢的话把杰西按个赞 对大家周末受心愉快 下次见了 拜拜